傳言訊息來看到的是太陽能鼓王國朔 以及碩河前董事長陳紀仁 日前住院療養 國朔集團傍晚發布消息表示 陳紀仁已經辭世 消息震撼國內的太陽能產業 國朔集團同時宣布了碩河董事長由陳紀明繼任 蔡里全則是出任國朔的新任總經理 由於陳紀仁在台灣科技產業堪稱是藝術 主要是創業過程相當坎坷 曾經做過光碟片、IC設計 甚至曾經跳槽做面膜 連續三次創業都遭遇失敗 而第四次創業的時候 還看準了太陽能的未來發展 職工產業鏈的上游 一舉創造出台灣股價第三高的上市公司碩河 成為太陽能類股的股王 至於股價方面 博碩今天收盤26.5元 上漲了0.2元 碩河今天收盤則是496元 下跌了1.5元